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怎么怎么也不看着点啊 她 小姐 叫我干嘛 我觉得你很面熟啊 是啊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你们少来这套 不觉得俗了点吗 我说的是真的 我们真的认识 你是华师大毕业的对不对 是啊 外语系的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 你们是谁啊 我们是校友啊 我们是美术系的 比你高一般 你不记得了 有一次我们俩还请你看过电影呢 就那一次 我们俩还差点跟你男朋友打起来呢 对啊 我想起来了 你们是美术系的两个无赖对不对 那时候你们还留着长发呢 是啊 那时候你不也留长发吗 真巧啊 在这儿能碰到校友 你在背试干嘛 对啊 我在这儿做总经理秘书 你们在哪儿发财呢 我在捷信广告公司 他在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做摄影师 你们还混在一块儿 我们现在合租房子住在一起 喂 好好好马上就到 这样我还有事先忙 等一下再聊 拜拜 拜拜 走啊 快看快看 安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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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红 安红 快看安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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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红 安红小姐这边请 董事长在这边等你 贝先生 这位是安红小姐 安红小姐 这是我们董事长 贝加凡先生 贝加凡 你们先出去一下吧 我要和安小姐单独聊呀 好的 那开始了我叫你们 请坐吧 安红 我们不在这边 这么多年不见了 你还好吗 好像电影里老情人见面 说的都是这句话 说吧 找我是什么意思 阿红 你是知道的 我一直希望有一个 当面向你说对不起的机会 可你却一直没有给我 这对你重要吗 当然 阿红 请你相信我 这么些年来 我不知道在心里 向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 真的 是吗 什么时候说的 是不是等你老婆睡着了以后才说的 阿红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自责 我知道我对你是有愧的 可是当时的情况我也是 我也是万不得已 所有的一切当初我在心里边已经告诉过你了 如果没有她 当时我就葬身车轮底下了 可是她却为了我没有了腿 而且还拖着一个女儿 唯一能报答她的办法我就是 我就是娶她 照顾她一辈子 把孩子带大 而你 我想当时你很年轻又很漂亮 完全可以找一个 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 所以你就给了自己一个足够的理由 成全了你那颗伟大的良心 是吗 我所做的这一切 并不是为了什么显示我的伟大 这么些年来 我把他们娘俩照顾的还可以 把女儿送到国外去上大学了 半年前她去世的时候 我想她应该是满足的 我现在只剩下 只剩下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 怎么样偿还我欠你的 是吗 是吗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还是没有说错啊 你是很伟大啊 这些年你让你的老婆女儿 享尽了天伦之乐 现在好了 她死了 你可以回过她来救我了 她可怜 她需要你同情 她需要你关心 她需要你娶她 你是救世主 可是我呢 你知道我也很可怜你知道吗 我当时还怀着你的孩子 我一个人是怎么 我一个人是怎么 你说什么 你 你怀过我们的孩子 你怀过我们的孩子 你说呀 你怀过我们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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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我当时 我当时想寻死 可是我没失责 我当时发誓要恨你一辈子 我永远忘不了 我偷偷地跑到北方那个小城市 去生孩子 那种痛苦 那种羞辱 那种被抛弃的绝望 你怀过我 可是你 这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呢 你等等 你说说 那孩子到底怎么回事 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现在在哪儿呢 那孩子在哪儿呢 不存在了 不存在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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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呢 早就死了 不存在了 大爷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要不咱们去医院看一下 不要 可是你这样 你现在不要跟我说话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啊 说不定暗红路已经出来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快走 都快开始了 暗红怎么还没出来啊 别着急 他一定会出来的 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大家晚上好 各位朋友 各位来宾 雅商之夜 贝诗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晚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本次活动 将由贝诗公司总经理 海宁先生主持 下面有请海宁先生 这不是你练习的那个人吗 二位贝诗的新老朋友 大家晚上好 还不过酒吧的 谢谢 对大家能够光临 我们今天这个晚会 表示尤聪的感谢 很热烈的欢迎 真的 他一直在大公司的 这次化妆品公司 是我们被十几团的 我还一直把他当中开车的呢 成立了只有十年的时间 但是 他继承着雅酸这个品牌 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了 我们之所以有今天 是全靠着 社会各界的人士 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真棒 什么 你说什么 阿红不来了 他那边露脸的 怎么能走了呢 他可能身体突然不舒服了 实在对不起 今天又让安红在你眼前溜走 我知道你心里一定很不高兴的 所以特意来请你挑个舞 来表示一下我的情意 你不用表示亲爱的啊 因为不是你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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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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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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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舞跳得真好 没办法 工作嘛 你们怎么不请女孩子跳舞啊 我们啊 光看你跳就够了 别闹我开玩笑了 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我帮你拍几张吧 不行不行 我今天这样子拍出来肯定不会好的 改天吧 改天有空的话 你帮我拍两张照片好不好 好啊 当然好了 能不能再请女孩子 不好意思 我已经先请她跳了 我们约个时间 我帮你拍照好不好 好 不然就这个周末吧 我们就定了这个周末好不好 真没想到你这个人 为人命运我还挺积极的啊 其实啊干我们这一行的 整天都有女孩子缠着我要拍照 我都烦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可没缠你啊 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我第一次缠着一个女孩子 要为她拍照 是吗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一种感觉吧 好 今天啊玩的真注意 特别是你 出镜了风头 好 看什么呢 在找你的白马王子 他呀在那儿呢 今天会准备很错 谢谢 走 再见啊 我跟他去道个别啊 谢谢 谢谢总经理先生 今天要我们过来啊 没客气 不对了 我帮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英子 她是从红绳来上海 考安红居组的 哦 英子啊 这位是我们的董事长 雷先生 哦 董事长先生 你好你好 你好 董事长你好 你好 我们董事长 好像对你有特别的感觉 她子从来没有主动过 要我送任的 是吗 原来是你们董事长 特别关照你才会送我们的 不不不 就是她不特别关照 我也应该送你们的 我今天本来没打算坐你车子 啊 我跟你说啊 那个皮特不是什么好人 你可别理他啊 你放心吧 你以为我是小孩子的 我呢告诉你一个秘诀 对于他们总经理这种人呢 千万不要想如飞飞 千万不要认为啊 他会真的爱上你 更不要认为他有天会娶你 不过呢 可以从他们身上啊 捞到点东西 你胡说什么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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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虎 今天你能来付我的约我真高兴 我听说你电影投资的事出了些问题 是不是钟恒那边撤资了 是有这么回事 你的消息还真灵通啊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想我会找到新的投资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公司来投资你的电影 你 投资我的电影 是 在电影业这么不景气的时候 居然有人要投资电影 好事啊 好啊 说明你们商人 对我们文化事业的支持嘛 这么说你同意了 不 我是说 需要投资的电影很多 你可以到别人那里投资 我这儿不需要 不玩虎 我们公司的钱 只投资你的电影 因为我们非常看好你这部戏的前景 对此我们进行了 非常严密的可行性分析 当然 这个分析里面不包括 或任何个人的情感因素 老虎 你在我的眼里一直是一个很大气的人 我想你也不会把个人的情感 事业 不乱地搅在一起的 为了你的电影 不要一起用事好不好 你不要这么快去拒绝 考虑考虑 好吗 没事吧 我要走了 有 那天 你说你曾经去北方生孩子 我很想知道 我们那个孩子现在 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 死了 生下来没几天就被你死了 是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 看得怎么样了 她说要投资我的电影 还要跟我重新开始 是 真的吗 那是好事啊 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是不会同意她 那是因为啊 你在心里还在记恨她 当初呢 家凡是对不起你 我呢也记恨她很长时间了 可是静下心来想一想 她也是为了报那个女人的恩 才决定离开你的 这么些年来 她能够这么样对待她 那个残废的妻子 也是很不容易的 妈觉得 她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好男人 我不管她 是不是算得上是个好男人 我也不管她 她是什么原因离开了我 我只知道 是我最需要她的时候 她离开了我 我只知道 我所受的委屈 都是由她引起的 凭什么 凭什么她为了抱的那个女人 就必须牺牲我 这二十多年来 我 我说什么 妈 我真的可能很委屈 妈 妈 知道你的委屈 妈也是最了解你的 其实 你心里 一直没有忘记这个人呢 否则 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怨恨 可是妈要告诉你 一个人 要是老是记着恨 那就得不到爱啊 你要是永远 咬着这过去的二十年不放 那你失去的 可能就是一辈子 回来了 回来了 什么照片啊 那天在被诗公司搞活动的时候拍的 是吗 我看 都是她一个人的 一张都没给我判 真偏心 你还没给我介绍呢 她是谁啊 是不是我未来的嫂子 不错 挺漂亮的 去去去 别瞎子 她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你骗小孩的吧 你 建妮 建妮 我 我刚好经过这儿就顺道 把上次的照片拿给你 我的照片 是啊 就是雅双之夜我帮你抓拍的 这么棒 看不出来你还挺有水平的嘛 其实这个还算不了什么 下次如果你有空的话 我可以帮你拍得更好 真的吗 那我今天晚上就有空 要不就今天拍吧 好啊 当然没问题 好的 你好像在这儿检查 我脸上有没有虫子一样 这是帮你测光 你的脸不需要检查 非常好 好 再换个姿势试试 好 好的 对 我还没见过墙子给人拍照 像今天这么起劲 很好 动作再稍微放松一点 对对对 眼神在 好好好 就这样 准备 很好 好 换个镜头 英子回来得真早啊 你忙 我来看 找错门了吧 对不起 我找高兴或者墙子 我就是高兴啊 找我什么事 我叫刘总 是柳青的堂景 柳青他去美国了 对啊 他昨天刚走 对啊 他很忙来不及跟你们打招呼 那我这是他给你的信 高兴 强子 明天一早我就飞美国了 此时此刻非常怀念 我们在一起同居的那段时日 现在有件事要麻烦你们 我唐姐溜躲在读博士 一直住在学校宿舍里 这段时间正好在写她的毕业论文 非常紧张 可偏闻她的同屋 谈恋爱 每天把男朋友往房间带 搞得她没法写下去 现在正好我走了 而且我的房钱已经交到下个月了 我听说墙子的妹妹现在也住在雀巢 所以我想让我唐姐在我的房间住上一阵 希望你们没意见 请问柳青房间在哪里啊 哦 这是直走左转 不是 这什么意思啊 她要住这儿 你们这么新潮啊 男女混居吗 一个古板的女博士啊 不 我说柳青这小子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哎 算了 别管那么多了 我们继续拍照吧啊 露露 你上边待一待吧啊 乖啊 来 我一会儿来抱你啊 乖啊 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柳青说她房间里还有个靠背椅 对 在我工作室里 我现在拿给你啊 你的椅子 放那儿吧 你这是 换锁 你真打算住下来 嗯 你想住多久 不知道 这得看我认为写得顺不顺 一个女孩子住进男生宿舍 你不怕 怕 怕什么 有什么好怕的 你这干嘛呢 就是我的房间 哦 我还以为是厕所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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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打算住下来 你想住多久 不知道 这得看我认为写得顺不顺 一个女孩子住进男生宿舍 你不怕 怕 怕什么 有什么好怕的 你这干嘛呢 这是我的房间 我还以为住厕所呢 你才住厕所呢 好 就这样 准备 快点 拿开 为什么会碰到我 露露 露露 你看你又来笑了吧 对不起啊 吓死我了 我最害怕狗了 它不咬人的 不是讲不咬人的问题 你赶快把它抱走吧 我看它害怕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可是它真的不咬人的 它何人可何善了 来 露露 咱们给叔叔阿姨拜一个 不用了 你让它离我远一点 露露 我们啊 在人家 不爱你的时候 千万不能去勉强人家 知道吗 好 你走 你没事吧 她这话什么意思啊 别管她了 我们继续拍吧 来来来 好了 你们不用送我了 我就在这儿打车吧 好 等照片洗出来了 我会帮你拿过去的 谢谢你 今天辛苦你了 我发现跟你们一块玩特别高兴 回头我请你们吃饭 好了 拜拜 拜拜 有一件事玩问你们了 我们公司呢正在找一个 搞企划的人 这个职位很不错啊 以后亚收广告就由她负责了 你们看看回头有什么人 可以推荐过来 这么好的差事 干脆我来应聘得了 你真的想做吗 你要真的想做的话 我可以向董丽丽推荐的 好 这样吧 你再考虑考虑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拜拜 干吗呢 喂 你好 你好 周总啊 我已经出来了 八小时之后 马上可以到你那儿了啊 哎 什么 你又要改期 周总 你这是第四次改期了 如果你有什么困难 就直接跟我说 不用趋力拐弯的 我不会强求你的 行了 你不用解释了 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这样 再见 导演 那 今天不用去了 你回办公室吧 你回办公室吧 如果中恒那边再来电话 不用理他们 他们根本就没有诚意 那我们的资金又落空了 想办法再找吧 好 那我回去了 喂 是你呀 什么事儿 说我一块儿吃午饭 不行 下午约人 那 那 在车里坐一会儿 这是给你的 谢谢你 我记得 你最喜欢百合了 男的 男的你还没忘记 大红 你气色好像不大好 怎么身体不舒服 没什么 只是有点儿累 那好 那就放松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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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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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你不錯 你以前在McEdison跟O&M待過吧 對 在麥肯光明和澳美主要做的是設計 後來在捷信等公司做的是創意和媒介 我現在在華誌公司做的是藝術總監 怎麼樣 非常好 那太好了 以後我們就是同事了 來 是你啊 怎麼今天有空啊 有事跟你商量 有事跟我商量 什麼事啊 好事 上次再說吧 我今天就不跟你一塊走了 拜拜 拜拜 你要跟我商量什麼事啊 說吧 我是來告訴你一個驚人的新聞的 阿虹要結婚了 阿虹要結婚了 跟誰啊 我們公司的董事長 董事長 上次你們搞活動的時候 我見過他的 那我怎麼跟他結婚了 好怪啊 你不是一直都很想跟阿虹見面的嗎 我告訴你 這次你可以不願嗎 你們人們是不想的 我還以為你會很高興呢 我是不敢啦 每次都抱著希望 最後以失敗告終 我這次不敢抱希望了 這次不一樣的啦 我告訴你 我一定會把你隆重推給阿虹 讓她不注意你也不行啊 你別瞎吹了 我是說真的啊 我已經安排好了 當一對新人 雙夫檢核時候 一個漂亮的花神呢 就會提著一個花籃 然後就寫上花 哇 好浪漫喔 這個花神呢 叫你來當搭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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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你也會說